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和有诗意呢 冬季练歌 对啊 因为你跟我讲要聊冬天的时候 我那天其实 你知道香港 百感交集 我那天是在上班的路上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上班的路上 然后呢 就是前一天晚上好像比较晚离开公司 就现在每一天下班天都已经黑了 然后香港冬天 最明显的这个季节性 最明显的一个视觉上的东西呢 就是中环啊 尖沙嘴啊 这边很多圣诞节的灯饰 都起来了 然后可是他们 因为商家很tricky 他们不想要就是用 两个 就是可能圣诞一个 然后春节又换一个 他们就会用 seasonal greetings 这个term 所以你就会知道 但是反正都是红的啦 我觉得也不用换太多 对 反正都是红色 对 不好意思 大家要稍微等我一下 我看到我窗帘上有只小虫子 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它 我要先把它处理一下 处理一个生命 面对死亡的惊恐吧 是我吧 那个是我吧 是是是是是是是 惊恐的是你 惊恐的是你 所以我也能想象它也很惊恐 前段时间前段时间 我家里somehow就是 我不是一直很怕 我很害怕蟑螂吗 嗯 然后之前有有几天 就是我家就突然间又开始 出出现一些蟑螂 然后我就开始买蟑螂药 结果我以为那些蟑螂药 已经克制住了 结果是上个礼拜 好像又出 重新出现了新一批 我知道这一批不同 因为这一批 稍微个头大了一丢丢 就以前那些可能是 小拇指头指甲盖那么大 那它就是冬天长大了呀 没有 它们是还没到 还不算到冬天啦 我觉得就秋天啦 然后这一次这一批呢 就是可能到 可能到食指的指头 可能大拇指的指头 也没有到那么 也没有那么肥啦 反正就稍微大一丢丢 然后因为我真的 真的真的很害怕蟑螂 我就是每天都要被吓 那么一两跳你知道吗 然后吓到后面我真的是 然后我又没有时间 再去买新的蟑螂药 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商店还没开 下班回来家 下班回到家 商店又都关门了 所以我也没有时间去 去处理用新的药神 用旧的药 然后好在是找到了一个 旧的一个药还没有用 我就把它丢出去 然后好像是有效果 但真的就是 精神 精神损害非常的 非常非常大 明白 所以这是你入冬以来 第一个比较大的 精神损害吗 所以 因为前两天香港有一次 很强烈的降温 然后刚好降温前一天 是我投入了新的蟑螂药的使用 再加上降温 就让我有点感谢冬天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畜牧 就是你换了新的蟑螂药 然后再这样降温 是一个对你来说冬天的一个畜牧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是我感谢冬天 这种气温骤降 可能蟑螂要冬眠 还是就是蟑螂冷到不出门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家里就突然间 就刚刚那一只 如果不算的话 就因为那只太小 那只大概就是 一毫米 那么 那么宽 然后大概三毫米 这么长 对 OK 我 好 我不敢相信 我们刚才聊蟑螂 聊得这么具体仔细 而且还聊了这么长时间 你完全毁了我 对冬天的美好愿景 因为它就是占据我生活当中 不是说我爱它 所以占据我生活当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这种恐惧感 它就是很多 对对对 OK 对好 回来冬天 冬天 刚刚要讲什么来着 对 seasonal greetings 然后因为各大的 各大的大楼啊 商场啊 因为我公司在中环嘛 所以我下班的时候 就会开始看到 首先哪一天开始 我们大楼外墙 开始挂那个灯了 然后哪一天开始 我们大楼外面那些 草丛啊植物上 都开始披上那种 那种就是那个 Fairy light 各种各种 披到就是 披到你爆满的那种 然后我就发现说 OK So it's the season 虽然我们可能 还穿着短袖 但是就是 The season is here 对啊 是 然后我知道北京 已经下过初雪了 对 对 其实我那天 也是突然想聊冬天 是因为 当然我一开始是看到 诶有其他人也在聊嘛 然后我就在想 冬天这个事情 不是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季节 存在在我的生命中 已经十多年了 就是从我离开深圳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 以前在深圳 虽然也是有 所谓的冬天 但是你对冬天的 那个感觉 感受不会那么强烈 因为深圳的冬天 再冷也就是 穿一件外套 或是特别冷的时候 就一件毛衣 也没有到那么热啦 可能穿两件 一件毛衣 加一件外套这样子 最冷的几件 是是是 但是是薄的嘛 就是就是 就是对 我们等一下 可能会聊到了 就是说 南方的那种冷 跟北方的冷 不是一种冷 但是以前小时候啊 我就很想要 过一个会下雪的圣诞节 然后从我 小时候你没有过圣诞节吗 以前小时候商家 也是会有一些 Decoration啊 我小时候还好耶 小时候还是爱过春节啊 因为有钱收啊 那倒也是 小时候圣诞节 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 对啊 我们又没有圣诞老人 但是就是说 我从离开深圳之后 我就一直在 有会下雪的城市生活了 然后我就那天 突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突然在想 哦对哦 我已经在会下雪的圣诞节 会下雪的春节 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生活了大概 不是同一个地方 但是我在会下雪的城市 已经生活了 有差不多12年了 所以我就很想要聊一聊 再加上那天 就北京出雪的那一天 我不是有拍照片吗 我有拍照片给你 对对对 对我有发 我觉得那天真的是 人生当中很美好的 很美好的日子耶 因为通常我们是不知道 哪一天下雪的 只会突然有的时候 看一下那个天气 天气预告就发生说 哎 明天好像会比较冷 会降温 但是当你看到 突然之间 外面下起大雪 而且通常都是晚上就开始下 然后早上一早起来 就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嗯 然后刚好那天又是个周六 对 然后然后我们又都不用上班嘛 然后就看到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然后就在家里吃火锅 然后看电影啊 然后喝酒啊 哇就觉得 就觉得每一年的冬天 都以这种 令人意外惊喜的方式到来 其实还蛮幸福的 你这样讲 我突然有一个小时候画面 小时候的回忆画面 突然间闪现 因为我小时候是在 是在北方的嘛 就是在我班区 去海口之前 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第一学期 我真的从一个很冷的地方 搬到很热的地方 真的 我那一次是 我们在应该在 我们教室应该在二楼 没有记错的话 对在二楼 然后那天上课 然后就是早 大概早上 然后上课 老师在讲课 我们就听课 然后上着上着就开始 feel到外面开始飘雪花 然后很多 很多小朋友就开始精神不集中 因为才小学一年级 大家很小知 然后就精神不集中 就开始看到外面下雪 然后下课林一打 全班同学都冲出教室 不夸张 全班都冲出教室 然后整班同学 就除了我跟一个朋友 我们留在走廊上之外 其他的人全部跑到楼下去 就跑到一楼外面的操场上 就空地上就开始 就我们小时候会抬头吃雪花 或者是接雪花 看那个雪花掉到手上 然后融啊 然后我就跟一个朋友 我们就看这样 我们就在看我们二楼那个 就是通常走廊旁边 不是都会有围栏吗 然后就一些扶手什么的 然后就在看那个 停留在扶手上面的雪花 因为扶手墙壁什么的 会比较冷 所以那个雪花还没有融化 我们就在很仔细的观察 会发生 那是我第一次 真的发现说雪花 真的每一片形状都不一样 小学一年级 哇 那个真的是历历在目 我还跟我旁边的人说 你看大家都去楼下 只有我跟你在这里 这样子 哇 很可爱的画面 我真的觉得 对啊 对啊 而且很像电影画面 就可能我的记忆 有帮她自动美化一些东西 可能我们的校服很丑合 滤镜啊 对对对 但的确就是觉得 哇 大家就是上课 然后上到做 就是按耐不住 然后终于外面下课了 然后又下雪 大家全部冲出去 真的就是很纯真的一个 冬天记忆 就是你要先采访我对吗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的这个回答 比较好接下一个话题 你要不要先讲你的冬天记忆呢 还突然之间换流程 我其实我的冬天记忆 因为我大概知道 你要讲什么内容 我的冬天记忆就显得其实蛮 也不能说苍白吧 对 但是就是我刚上大学的那一年嘛 然后不是去东京吗 然后东京也是会下雪的 我记得我当时 就是放寒假要回深圳了 我坐飞机的那一天 我的飞机是下午 然后那天早上 东京下了第一场雪 对 然后我当时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我住的那个宿舍是在二楼 然后我住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屋子都比较矮 就一般一般的那种人家都只有两层楼 所以其实在我的阳台看出去 就可以看到 就是别人一片住宅区的那个屋顶上 全部都是雪 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雪 因为它就只有下了一层薄薄的雪 对 哇 然后我当时就很惊喜 然后就马上冲下楼 然后我冲下楼之后 发现一件更惊喜的事情 就是在一大早的时候 我们宿舍就已经有人呢 在门口堆了个雪人 而且你们是不是大部分人 都一想到雪人 就会想到两颗球 最多就是鼻子上放了个胡萝卜 对 然后插了两根树枝 就是这种很简化的雪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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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宿舍楼下门口的那个雪人 是那种二次元的雪人 是一个动漫人物 Oh My God 是一个雕塑 是一个雕塑 不是那种两颗球的雪人 然后我当时就震惊了 我觉得 这果然是一个二次元的国度 连雪人都雕得这么 好有才华 对啊 我那次印象真的很深刻 但后来呢 就是好几年 就是因为每年 基本上东京都会下雪 但是它不一定 它可能到一月份 或二月份才会下 所以圣诞节 圣诞节通常也不会下的 嗯 对 然后 对啊 然后后来就是你知道 日本 就是日本下的雪 可能因为在东京 东京的雪 就是那种 有点小浪漫啊 它也会下比较大的雪 但是不会至于到很 不会是那种暴风雪 嗯 就在城市里面 你还是会觉得 飘一飘 对 你还是会觉得 哦下雪是有一些那种 就是有一种 浪漫的氛围的那种感觉 就是还挺美好的 对 然后我去了纽约之后呢 我就经历了暴风雪 就纽约那种雪 是能把人给埋掉 就把人给吹跑 然后埋掉的那种 我自从下 我自从去了纽约之后 经历了一次暴风雪 我就再也 就是我对下雪的那个 憧憬就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强了 嗯 因为下雪之后 其实很 很难搞 就是特别是 因为纽约会下很厚的雪 鸡血会很厚 对 那你处理鸡血 其实是很难的 它要花很长时间去溶掉 而且通常在马路上 如果马路比较脏的话 那个鸡血就会变成 那种灰色的 冰水泥 嗯 我懂 然后就 对 然后就脏脏的 就是整个你走在路上 连续一个月 你走在路上 都是感觉脏脏的 你讲到 你讲到鸡血的处理 我想到 因为我以前 因为我老家在甘肃嘛 然后在兰州 是一个其实蛮 呃 somehow工业污染 有点严重的 空气质量不是很高的地方 所以那个 那个黑 黑水泥那种 冰水泥的感触 非常的深刻 我突然在笑 是因为 我想到有一年 我也是回老家 然后那天也是下雪 然后第二天 我们上 我跟我妈去上班 然后我妈 他们单位就一个 就一个同事 那同事就跟他讲说 为什么他今天 好像有点迟到还什么的 原因就是他早上起床 下楼 要开车 然后因为前天晚上下雪 所以车子上面 就是都护了一层 蛮厚的积雪 然后他就 有点赶时间 然后就直接 找了一桶水 我忘记是一桶水 还是一桶热水 反正就一桶水 他想说一浇 把那个水都浇掉 就完事了嘛 结果一浇 结果硬了 整面玻璃 跟那个雨刷 全部结冰 根本开不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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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只有冬天 只有在冬天生活 就在下雪的冬天生活的人 才会有这种生活体验 是是是 还有就是 因为在北京的话 到冬天 像什么时差海啊 后海啊 有一些湖面会结冰 然后大家就会在那湖面上滑冰 对 对 我突然想到 那个就是一些冬天的必备项目啦 我突然想到 在北京必玩项目 那个电影 老炮 哦 在湖面 对对对 在湖上干架 在湖面上打架 对对 对 那个是 OK 好 我对于冬天印象深刻的记忆 这么刚好 来吧 也跟北京有关呢 哦 呃 2012 哇 2012年是很浪漫的一年 2012年的 2月14号情人节 我第一次去台湾 所以当时 我当时有个豆瓣的相册 我就是写说 我在情人节这一天与你相遇 但是我那个是讲的是台北啦 是不是很浪漫 这个名字 很浪漫耶 对 然后我在台湾交换的过程当中 认识了一个男生 然后这个男生是 从北京过去的交换生 然后后来我们交换结束 6月份 6月中 6月底 大家就回到各自的地方 但我们还是有 就是保持联络这样 所以是 我就默默的决定 我当时那个实习是 12月中 12月上旬就会结束 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实习结束之后 我要去北京看他 所以呢 我就自己存了一些钱 然后 所以你没有告诉他 你要去看他吗 我有啊 我有啊 我有跟他讲 对 然后呢 我就存了一些钱 然后因为当时真的很穷 所以我还是买机票 先飞去北京旁边的那个 河北省的省会叫什么来着 石家庄 对 我第一次飞去石家庄 飞到石家庄机场 那我人生唯一一次去石家庄 就飞到石家庄的机场 然后坐了一个大巴去北京 然后再 对 你从石家庄坐着到北京 其实蛮快的 其实没有很久 我没记错吧 应该没记错 对 就为了省钱嘛 然后呢 住在住在北京的一个亲旅 那个亲旅的位置 也就是在 就是 就是 好像就二环吗 左右 就反正就是也蛮 就是有很多古老建筑的地方 对 市中心 突然忘记那个term 对 然后 哇 我突然就想到 我都觉得那点小可爱 就是我去他的学校找他 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说 他大概在什么什么位置 然后就走在去他 去 我走在去见他的路上 然后就一路就 我还带一个相机 那时候就很小文青 带一个 那个就是 胶片单反 然后一路走 一路拍照 有个小文青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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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转身 就是 而且那天 阳光很好 我现在肯定有很多美化 但是当时 就是 现在 我的记忆就是 那天阳光很好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天了 然后他刚好 看了一件 我很喜欢的白天 而且 冬天谁可以穿白T啊 拍头 白毛衣 而且 当时 我们还没有戴口罩 就是 所以 所以大家的表情 就是看得很明显 然后我记得他当时 就笑得很开心 然后就叫我的名字 我一转身就看到他 然后两个人就 哇 就这样子 然后呢 后来呢 我好像有跟他出去 大概两三天吧 就都出去各种不同的地方 我记得我们有去 花鸟鱼市场那边 然后去看 天哪 对 然后我们还有去 我们也有去看电影 而且我们那时候看的电影 是李安的少年派 然后看电影的时候 我们两个做好之后呢 我右边来了两个小女生 就是真的是小女生 大概六七岁这种 就没有家长进来看 然后进来之后呢 就坐在我旁边 一个小女生 就跟我 就突然间问我说 阿姨 我的眼睛坏了 然后我就 我就看看他的眼睛 就说 哦 没坏 你这样子就好了 就把他带好 然后就看电影 然后他们两个一路看 他们就说 他爸爸忘记买什么票了 什么的 然后就丢他们两个小女生 在看电影 然后他只是看过一次 这个电影 所以他跟他旁边 那个朋友一直就介绍 说啊那个老虎 啊那个船 什么什么的 就介绍 然后就看完了一个电影 然后看完电影之后 去吃饭 然后吃完火锅 好像就回家 然后第二天又出去玩 第二天我忘记 我们去什么地方 反正也是 就是也是那种 比较古色古香的 小公园或什么的 然后也下雪 然后好像我们又走着走 就散步走去一个 算是艺术园区 还什么的 然后就有一个 很旧的火车头在那边 然后就一些 没有什么人 然后又下雪 我觉得我之后 应该会把那一次 去北京那些照片 PO出来 因为我真的觉得 我很喜欢那一次 拍的很多照片 对 然后就是 就是一个很 现在想想 其实是蛮可爱的 一个行程啦 虽然后来我也没有 很浪漫的回忆 对 虽然后来也没有 跟这个男生在一起 就是出于一些 非常bullshit的理由 什么他觉得 他觉得我觉得更好的 或者什么blah blah blah 就也很讨厌这个男生 但是 somehow还是可以维持到 就是一个 OK好 就是朋友 这样子 然后 对 对 所以你真的就是 你一问说 冬天印象深刻的记忆 我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一些 爱爱妹妹啊 或者就是 恋爱的 氛围 对 就觉得就是 就觉得好像冬天的时候 就是 冬天就是恋爱的季节吧 就是包括我在 我在香港也是这样子 就秋天一到 冬天一到 天一开始冷 你一出门 开始发现 你有的时候要 就是双手抱紧 去寻求一点温暖的时候 你觉得 环抱自己 对 你就觉得 哇 这个时候要是有个男朋友 就好了 好像是 是 对不对 好像到了冬天 人就会自然而然的 想要寻找一些温暖的 感觉 对 而且冬天窝在家里就很 就比如说冬天自己 一个人窝在家里 就会显得有点凄凉 是不是 冬天跟 各位男朋友窝在家里 就会显得蛮温暖的 一个人也不凄凉了 但的确两个人 会更温暖一些 嗯 嗯 所以你觉得冬天 是恋爱的季节吗 我明显就是在 刚那一串话 就在 就在阐述说 冬天就是恋爱的季节 惊叹号 等一下 你真的很不会接话 你自己在那边写 你自己写的是 说到这里 我想说一下 在日本的时候 日本人对于冬天 谈恋爱的执念 因为没有 我刚才的一个心理动作是 刚才才聊完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突然就打住 说要聊聊日本人 就好像都跟我本人 没有任何关系 我在想 我刚才在想 我是不是要聊一些 我个人对于冬天 谈恋爱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又实在没有什么 冬天谈恋爱的记忆 所以日本人对于冬天 谈恋爱有什么执念呢 就是我之前到日本 那个在日本上学的时候 然后一到冬天 基本上到差不多11月底 进入12月的时候 就会开始圣诞节嘛 然后在日本呢 圣诞节是一个恋爱的季节 我反而觉得情人节 不太是恋爱的季节 对圣诞节才是 就好像 等一下 稍微打断 就是应该圣诞节的时候 开始恋爱 然后到了情人节 就可以庆祝情人节 但是哦 不是哦 但是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如果 有人约你平安夜 就平安夜是一个 特别适合表白的那天 就如果比如说别人问你 你圣诞节有什么事情吗 就如果圣诞节要约你 其实就大概意思就是说 啊我对你有意思 我想要可能会安排 在那天表白 是很明显呢 对 但是但是反而我觉得 他们在情人节 没有这么有仪式感 但是圣诞节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个恋爱上的一个 一个agenda 很有仪式感的一个agenda 然后基本上呢 就是到圣诞月 12月整个月都是圣诞月嘛 然后整个月呢 东京街头就开始 你就会看到一些灯饰 就他们叫illumination嘛 就整个东京街头 就是大街上就开始有很多灯饰 然后那个灯只要一亮 你就感觉虽然还没有下雪 但是你就感觉 哇正式入冬了 然后好像要开始 可以谈恋爱了 的那种氛围 那种氛围真的很强 而且一到冬天呢 就一到圣诞节 就会他们的巧克力 就会脱销 真的哦 因为很多女生 就对比如说 女生有的时候表白 她就会用一些巧克力 她就会给男生做一些 手做的一些饼干啊 巧克力甜点什么的 但是他们的巧克力呢 他们是 就是不满足于 自己买完以后送给别人 要买完以后融掉 对 然后放到自己的模具里面 没错 没错 做成自己心仪的样子 然后送给对方 对对对 所以就是好像 真的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对于冬天 谈恋爱这件事情 我觉得日本人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 就整个十二月 整个月都是 都是跟恋爱有关的 所以你过了这么多个 北方的冬天 你觉得北方哪一种方式 就怎么样过冬天 是一种最享受 最爽的状态 最享受的状态 其实其实北京 就前前几天出雪的时候啊 我觉得那种状态就很爽 就是外面很冷 因为 然后家里很热 因为北方的冬天 就是暖气特别足 我其实在家里 就是 我今天录音没有 但是我平常在家里 其实就是穿短袖 我知道 对对对 所以就是那种外面很冷 里面很暖的感觉 就是会让人觉得 很温暖 而且哦 一到冬天 有一个食物单品 是我一定要吃的 但是除了火锅 给人感觉暖暖以外 有一个我一定要吃的 就是热红酒 那热红酒不用吃的啦 是喝的 但是就是一到冬天 你就会觉得 啊我无论如何 都要喝上一杯热红酒 热红酒应该是圣诞节 大家都在喝的吧 我不知道耶 其实我知道热红酒 就是mold wine嘛 我是在 我是到了香港之后 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的 我以前好像不知道这个东西 热红酒好像是德国人 还是哪个国家的人 他们的一个 是圣诞吗 对好像他们是到冬天 就会自己在家里做热红酒 对啊 对啊 我就只有火锅耶 我就是冬天 我觉得一定要吃火锅 其他 哪种火锅啊 任何 其实我通常比较偏爱的是 重庆巴蜀那一区的火锅 哦麻辣的 对麻辣的 然后我每一次回老家 我老家在兰州嘛 我每一次回老家 就是无论东夏 我妈一定会带我去吃够火锅 就是今天吃这一家 我一个礼拜吃三次火锅 都没关系 虽然兰州很干 但是我也都我也都OK 可是我回兰州 就虽然我不在兰州生活 所以可能我对于就是下雪 这种冬天的幻想更多一些 所以如果下雪的话 我是不愿意待在家里面 我还是愿意出去玩 就冬天是这样子 我记得上一次 就是春节我回老家 然后呢 我妈问我要不要出去遛狗 像我这么爱狗的人有没有 可是因为冬天真的太冷了 除非外面下雪 我一定会想要出去 带狗狗出去玩 但如果外面不下雪的话 就比较没那么有感进 所以我刚刚在想说 冬天最享受的就是 我有一张照片 我之后会 好像有影片 我之后会发 就是我跟我妈妈的两只狗 我们在一块雪地上面 就是跟他们玩 他们 我妈还很精心地 帮他们穿了小鞋子 帮他们的脚会冷 然后呢 可是他们的鞋子 就走一走 跑一跑就会掉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 用那个鞋子当时球 就丢出去 让它叼回来 可是我们家狗 就是不懂得叼回来 不懂fetch 就是丢出去 它就跑过去 然后就等在那边 然后就 你过来呀 你过来呀 然后我就跑过去 再给它丢到别的地方 这样子跟狗狗玩 就是 哎呀 就那个画面 就是很美好 很美好 嗯 那天 那天北京出雪的时候啊 就是 冰茶吗 冰茶吗 对 冰茶也出去 出去溜了一圈 对 好棒棒哦 然后你刚刚 你刚刚讲到 你先讲吧 好 你刚刚讲到火锅啊 我又想到了一个 就是关于冬天的 火锅的记忆 也是 可能是一两年前吧 在北京 然后呢 那年冬天 就是我经常去的一个 也是在 很多胡同的一个 一个地方 的一个咖啡厅 对 它其实卖 卖咖啡 卖也卖酒 然后那天进去 可能也就是 下午三四点的样子吧 想进去喝杯东西 读点书 结果我进去的时候呢 发现里面已经 我一进去 所有人都看着我就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打烊了 然后 对 然后我就发现 我就发现老板 跟几个朋友 在里面吃火锅 下午三四点钟 就跟客人说打烊了 然后在那边吃火锅 然后我就 我就很尴尬 我就说 哦 这样啊 然后呢 那个老板竟然跟我说 嗯 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你也可以跟我们一起 吃火锅啊 好棒 然后我就 啊 你就这样邀请 陌生人来你的店里 给你吃火锅 对 然后我当时就 我当时觉得蛮惊喜的 然后我当时觉得说 好像冬天真的会拉近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就这种事情 我真的在另外一个季节 我很少遇到啊 对 我刚刚想到一个点就是 你知道通常 特别是香港 我觉得很明显 就是在地铁上的时候 常常可能一架车 比如说中环是一个始发站 也是终点站 所以前面一架车进来 前面的人走掉 我们新的人上车 大家去挑选凳子的时候 通常会挑选一个 前面的人没有坐过的 就是想要 啊 想要选一个比较凉的 就不然好像大家说什么 坐热凳子 容易伸直疮什么的 对 就是很奇怪 我其实到现在 我都会有这种 对 可是冬天 特别是在北方 就有 哎 这个凳子已经帮你暖好了 给你坐 就是这种拉近关系 是有点礼貌的行为 我就觉得 哦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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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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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刚刚是听到你说 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开始 就会家里暖气 比较热之后 就会穿短袖 在家跟我录音 到时候我们两个人的画面 就会截然相反 你就会看到我 你就会看到我穿很厚 哈哈哈哈 所以南方 你对南方的冬天 还有记忆吗 我对南方的冬天 当然有记忆啊 就因为毕竟每年过年 就是春节什么的 都会回家 哦 我是说 说真的哦 我自从经历了 北方的冬天之后 嗯 我说的北方 不一定是在中国啦 但反正就是比较冷的地方 对对对 我自从经历了 北方的冬天之后 我再回到南方 其实我就有一点 受不了南方的冬天 因为南方的冬天 给人感觉就是 我没有办法在室内待着 就是室内就好像一个冰窖 就我每次回到家 我都觉得自己 在一个冰窖里面生活 我都要在外面 晒晒太阳啊 走一走啊 让自己 对 暖一点 晒太阳很重要 对啊 对啊 对 我南方的冬天 像今天这种天 今天也没有很冷啦 今天气温应该有21度吧 可是就是 如果气温再冷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 我最理想的一天 就是我希望外面是灰蒙蒙的 我不喜欢外面 太阳太好 然后我可以待在家里面 然后我可以在我的被窝里 或者是窝在沙发上 然后卷一个小毯子 然后可能喝一杯什么热饮 然后就看电视 或是看电影 或是看书 就那个氛围就会很好很好 因为如果外面有太阳的话 就一定会想要出去散步 对 可是我觉得冬天 好像就要搭配一点慵懒 那个 那个 那个feel才正确 对吧 但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说到这个慵懒感 在北方的冬天呢 那种慵懒感是真的会比较足 因为暖气有的时候开得很大 就是室内就会很干 我也懂 然后 然后 然后一干 就因为室内又很热 然后一干 然后呢 包括吃火锅 比如说吃火锅的话 我们的那个窗户上面就会有雾气 嗯 就是外面是很冷的 就是那种 就是风啊 在那边刮呀 很凌冽的状态 然后但是室内就是暖暖的 然后还有还有雾气 我觉得北方的冬天是会有那种慵懒感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想到南方的冬天 我每次回南方过冬的时候 那个画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裹了两层大棉被在我的身上 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发抖 完全没有办法慵懒 因为太冷了 然后我回南方唯一的 我觉得回南方比较享受的冬天 就是我记得有几年深圳的春节特别热 嗯 其实其实去年啊 就疫情那一年 我们我们不是都在深圳待了好几个月吗 其实去年冬天还好 就是没有那么冷 有几年特别热 然后呢 我觉得南方的冬天最爽 特别是在深圳啊 最爽的时候 就是当我北方的朋友在穿着羽绒服啊 下着雪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他们炫耀说 你看我在穿短袖哦 我在室外跑步哦 也是啦 这是我觉得 也是啦 也是有这样子的moment 你知道我这两三年来 我最满意的 就是最成 所以觉得我最成人的一个购买 是我买了一个小的电暖器 这个东西我2019年年底买的 用到现在 虽然每年只用两三个月 但我依然觉得我买对了 因为这个东西解决了我冬天最大的困难 就是起床难 哦 我现在冬天的时候 就包括去年 就是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床边 然后我早上起床 可能闹钟响 我先把暖气打开 然后让我的房间暖一暖 我在起床就变得容易很多 不然的话 你真的没有动力 要从被窝出来 太难了 对 对 确实是 确实是 哎 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就是 就是坊间传闻都说 北方 南方人特别不怕冷 你同意吗 你有听过这句话吗 首先 我有 我有 但是 我自己首先在辨别 我到底是南方人 还是北方人 这个身份认同上 有一些 有一些难处 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 毕竟我是北方人出身嘛 对啊 但是我在 南方长大 对 我完全在南方长大 我的什么 吃饭的口味啊 生活习惯啊 什么都特别南方人 所以我不好说 我不怕冷 是因为我是 北方体质 还是南方 you know ok ok 对 那你觉得呢 我跟你讲 我以前是不相信的 我以前 因为我是特别怕冷的人 我从小就是特别怕冷的人 然后我是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不同意 我没有觉得自己特别不怕冷 因为我真的是很典型的南方人啊 我就是 我家族都是南方人 生长在南方 对对对对 但是呢 我不得不说 就是 这些年 我越来越觉得 这句话是真的 因为我发现 我可以不穿秋裤过冬 你真的是 从你刚到 可能去东京 到现在 你都没有穿过秋裤吗 我肯定有穿过 我肯定有穿过 但是我不至于每天穿 因为 因为我突然有一天发现 就是有的时候 我会觉得 哎 哎 感觉有点冷耶 然后他们就说 哎 为什么你会感觉这么冷 然后 我就突然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裤子啊 就有的时候 你坐下 那个裤子就会往上缩嘛 对对对 我就看到有的人 里面穿秋裤 我就会说 哎 你们 现在就已经开始 穿秋裤了吗 然后大家都很惊讶 就说 难道你没有吗 我说我没有啊 我要跟你讲 我小时候 因为在北方长大嘛 小时候每年冬天呢 特别是春节的时候 我们都会收到一套 可能是妈妈 或是奶奶 外婆 亲手支的毛衣毛裤 毛线裤 没错 所以我小的时候 一直到我去海口之前 我每个冬天 是要穿三层的 就是一条秋裤打底 然后一条毛裤 不然你只穿毛裤会渣嘛 所以要先穿秋裤 再穿毛裤 然后再穿一条外裤 是这么三层的 然后等到现在 我长大之后 我再回老家 首先就是毛裤 也没有我的size了 因为我长大之后 他们也不给我支了 我在南方又买不到 对吧 嗯 但是后来毛了 对 然后但是后来秋裤 也有开始出那种 就是里面加绒的 就稍微厚一点 说实在话 我觉得保暖性一般 但somehow还是会 就是会买来穿一下 我现在回 的确我从南方生活过 我在回北方之后 我是至少 我从以前的三层 剪到两层 两层 对 我回兰州 如果不穿两层裤子 我应该还是受不了的 我还是会穿两条裤子 就基本上每天都会穿两条 但我一定打死 都不会穿毛裤 就是真的 我妈一定还是会 就是秋裤 毛裤 然后穿外裤 但我就是 真的吗 真的啊 真的啊 对啊 蓝州还是 蓝州还是比北京要冷一些啦 但是我只是比较意外 就是最冷的时候 我肯定也会穿两条裤子的 我只是比较意外的 就是说 有的人竟然从入秋 就已经开始穿秋裤了 秋裤嘛 它就是秋天穿的嘛 天哪 秋裤这种单品 对我来说 真的是就是最冷最冷 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 我是不会穿的 可是30岁之后 你还会介意吗 我30岁之后 确实就是我会更 但是 但是我跟你讲 今年冬天 我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就是我的腿变粗了 因为我在穿靴子的时候 发现我已经拉不上脸了 所以这个就让我 更加不喜欢穿秋裤 因为穿秋裤又更厚了 我又更拉不上了 真的啊 我觉得长大以后 有好多这种很细碎的东西 在烦恼 不同的烦恼 对 没错 所以北方人 既然在北方生活了 这么几年 北方人过冬 有没有什么 就比较特别的画面 我先讲一个 因为我是想到这个画面 我觉得真的是只有北方人 才会深有体会 就是 我记得在兰州 因为兰州特别干嘛 然后其实蛮容易下雪的 然后下雪 大家在外面也不会撑伞啊 什么也不会 就直接就穿一个大衣 然后戴一个帽子就好了 但是进商场 或是进任何室内地方之前 一定要先把那些雪都给拍掉 你会看到很多人在商场外面 就在那边跺脚啊 就是把雪都抖下来 然后再走进去你的商场 我有一次好像就是觉得 我不需要抖或怎么样 就反正就是在帽子上什么的 我就直接走进去商场 然后我就后悔 因为一走进去商场 那个暖气就把所有的雪都融化 然后就变成 我的外套就 对 我外套就开始湿 没有错 然后就我才意识到说 That's why people do it 就是大家做这件事情 是有一个原因的 要先剁一剁的 没错 对 对 你有类似的这种 就特别北方的 过冬方式吗 有啊 我印象比较深刻 以前 应该是疫情之后 我觉得 在北方过冬更烦了 因为你要戴口罩 然后有的时候我戴眼镜出门 戴口罩 我真的是 我就一出去 我只要稍微呼吸一下 我整个眼镜全是雾气 我就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疫情之后的冬天 真的就是会有点烦 而且一到冬天 特别是现在加上疫情 又要戴口罩嘛 基本上出去呢 除了你穿很多以外 你手上的单品又很多 OK 就比如说 你会戴帽子啊 然后你会戴耳罩啊 然后有的时候 我不会经常戴隐形眼镜嘛 我就会一般戴眼镜 戴眼镜呢 然后又要戴口罩啊 戴眼镜之后呢 因为我要听耳机啊 所以呢 我要戴个耳机啊 然后呢 还要戴手套啊 所以基本上就是 我到一个地方 我可能要花五分钟时间 把我身上 头上 脸上的这些东西 全部摘下来 那个过程很漫长 你让我想起 我第一次在北京 遇到你的时候 就是 你来北京玩 是不是 对 我当时对你 就是印象改变 就是因为你讲了一段 跟这个很类似的描述 就是在描述 在北京过冬 当时是疫情之前 大家还没有戴口罩 可是我知道 北方人冬天 本来就是要戴口罩的 不然那个风刮到你 就是脸也会受不了 脸会很冰 对对对 会扑扑的 对 你当时呢 除了你刚刚说的 口罩 围巾 帽子 眼镜 耳机之外 你当时还有一个元素 就是落叶 因为你当时是说 对不对 对 你当时就是说 因为好像在北京 冬天风很大 然后你在外面走一走 然后就是风 把你头发吹到很乱 还有可能会有一两颗 一两片落叶 插在你的头发上 叶子扎 不是头发 是我的帽子 会扎在你帽子上 然后我当时就第一次 听你讲这些话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天哪 以前高中的时候 Iffy不是一个 非常似似文文的女生吗 You don't know me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可能北方改变了我 把我从一个 很斯文的女子 变成了一个 说完北方 那你觉得 南方人是怎么过冬 南方人过冬有什么 有什么 就是独特的地方吗 靠的就是意志力 你觉得南方人过冬 全靠意志力 真的 我现在无数个 我包括前两天 有一天就已经开始 我这个感觉 就是早上起床 起床算了 因为我现在就是 晚上睡觉前 就是我会把睡衣 放在 放在我的床旁边 就是放在床上 可能靠在墙角 然后跟我的被子 有一些位置 我的被子 可能可以touch到 这样子早上起来 穿睡衣的时候 睡衣就不会太冰凉 它可能会有一些 我床上的温度 在那个睡衣上面 然后这是第一步 然后起床之后呢 我去刷牙洗脸嘛 刷牙的时候 我内心就很想 把脏话 这水怎么这么冰 哦对对对 对 对就是刷牙的时候 真的很烦 是冰水 然后包括洗脸的时候 这水怎么这么冰 然后我有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热水器 就在旁边 我就会把热水器 那个花洒的那个 就开在那个洗脸台 而且香港很有一个 很有一个问题 就是空间特别小 所以香港的洗脸盆 都特别的小 所以整个人就非常的 缩在那边 就是又不想要水 全部溅出来 见到你身上 就会很冷啊 就是啊 总之就是一个 非常的局促的一个状态 然后对啊 就靠一个意志力 还有一个点 我突然想到的 就是冬天的时候 在南北方穿梭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的经验 我小时候很多 这样子的经验 我有我有我有 我有 因为我小时候 在深圳跟海口生活嘛 然后是放寒假 过年的时候 才会回老家 看我妈妈 哦跟你完全相反 很有趣 你跟我相反是不是 你先说 但是因为我放完假 我要回深圳 就还是会要 就是do it again 所以没差 就是从南方到北方的时候 我就是 首先你就穿很少嘛 可能你会戴一个 厚的外套 就不穿 就拿在手上 但你的随身行李 什么的就是 还是要保持 一个轻便 然后下飞机之后 可能第一件事 就是去厕所 先换裤子 就是先从行李箱里面 或者是可能你随身就已经戴好一条秋裤 就先把秋裤套上 然后再把那个厚的外套给夹上 然后再出去见人 可是回来的时候 就是相反 就是脱 先脱 对 所以你会看到 从机场出来 真的厕所爆满 完全在排队 大家在那边换衣服 你的经验是不是也相似 我的经验相似 但是我的经验跟你是完全相反 因为我出国念书之后 我都是从更冷的地方 回到了一个很热的地方 对 所以我基本上呢 就是跨 这种跨季节的时候 我里面 我都要想很久 比如说 我里面呢 穿一条legging 然后里面穿一件短袖 就这样 就我即便是拖到最 最里面那一层 就是一个夏天的 夏天的装扮 对对对对 然后呢 我要在上面 加上什么东西呢 才能让我就是 出门的时候 不被动着 所以我基本上 每年回家 都是那种 边走边拖 边走边拖 然后我要拿一个 很大的袋子 或者是我要在 包里面清空一些位置 因为我到时候 我下了飞机之后 我一定要把羽绒服脱掉 然后把羽绒服塞进包里 对对 但我后来为了 因为我发现 厕所真的太多人排队 然后我不想耗费那个时间 我都还是 你就在外面拖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都是以热的地方为主 就是可能 因为我知道 去冷的地方 或是从冷的地方出来 其实在路上 暴露在外面的过程 是很短的 然后在室内 有暖气都很暖 所以我就 还是先以夏天的装束为主 然后再加一个 可能很厚很厚的外套 从兰州回家的时候 比较方便 因为我妈通常都会送我 然后到个机场 我就会把我的外套给她 她就带回去 然后我就直接 清装就上边 对 就可能冷那么一小段 可能你就是走那个 那个桥的时候 会冷一下下 但是到了飞机上 马上就好了 然后到了深圳州 也不用排队去等厕所 换衣服什么的 对 我觉得是 因为我变成了南方人 所以我可以靠意志力 挺空的一些路 对 对对 而且你经常是从北方 到南方嘛 所以你还是可以 你出门的时候 你穿一些冷冷的 就是你穿 穿比较厚 然后你给你妈带回去 对 但是我就没有这种 我就没有这种 因为我都是从冷的地方 回到热的地方 对 对对 对 OK 我们今天 好 哇我们今天 今天就这样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聊的 都很表面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有深度的东西 可以聊的吗 那请你上深度吧 是这样子的 其实 转化很快 我那天 我最近有一种 心有余力不足的感觉 有一点吃力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秋天 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 夏天 好像之前我们在节目里 也有讲过 我觉得夏天 就是一个很疯狂的季节 你有很多时候 可以不需要经过大脑 去做一些决定 然后秋天呢 就是 就是 是一个抑郁的季节 就是你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但是你未必有那个时间 去 及时的梳理你的想法 让你把你的想法都疏通 所以就会变成 很抑郁 然后加上 又这么刚好 秋天好像 大家都比较忙碌 可能有一些 你春天开始的计划 发现到 快到年底了 还没有结束 所以大家在秋天都在 很努力的赶工啊 或者是 也都很 就是大家 可能公司都会期望说 可以在 圣诞啊 感恩节之前 把一些大的项目都做掉 所以所有的事情 好像都堆积在这一段时间 然后你一方面很忙碌 一方面也没有时间 去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健康 可是当你来到冬天的时候 就会觉得 好像所有东西都 可以暂停一下 然后有些东西可以 沉淀下来 你可以仔细的去 看一看 然后可以去修复一下 自己是不是有一些 需要被修复的地方 以及可以 可以有一种比较 感性释放的空间 所以我前两天 就是觉得很累 然后觉得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 这个六个字 是不是有一个短一点的 四字成语啊 心有余力不足 力不从心 对 就是 就是我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 然后我就 我就刚好收到你跟我说 要聊冬天 我就觉得这两件事情 好像是可以套在一起的 就是 就是 因为我觉得力不从心 是因为 我觉得有一些地方 我可以做得更好 而且我知道怎么去做 只是我真的没有 那个力气去 去做 然后 我其实是会有点点的自责 就是为什么我做不到 对 可是仔细想想 真的就只是因为 我太累了 纯粹就只是因为 我太累了 没有太多别的原因 就真的是因为我太累了 所以 所以之后就是 虽然 虽然香港冬天很短 可能就一两个月 然后一月份 又有新的活动 公司又有新的东西 要去忙 可是至少在 十二月的这几个礼拜 我已经请了 一个礼拜的家 就希望那段时间 可以 可以重新 就是调整一下 自己的状态 然后 重新reset reboot 或re什么都好 就是 重新去期待 下一年 对 我觉得冬天 还真的是一个 很适合 慢下来 然后自我反思 对 有一些自己的沉淀 就像你说的 有一些感性的释放 对 这样的一个季节 对 对 所以 所以 在这个冬天 我们要隆重介绍 我们的 打个电话给你 2022年 最二的一年 这个 挂历 卡在产品名 你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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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用啊 大家又看不到 大家可以听到好吗 我只是想制造一些音效 对 太兴奋了 对 我们的2022年 我们的2022 最二的一年的 挂历 已经正式 你给我卡在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到 他到底是什么力 很多 对 日历 月历 年历 挂历 对 对 就是现在呢 他已经 如果大家有发了我们的 就是Instagram 还有微博等等 各个的social media 因为应该已经有看到 我们之前有发布出一些消息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正式可以预购了 大家可以在 爱发店 如果是大家在国内 境内的话 可以在爱发店 可以直接去订购 然后另外 如果是境外的小伙伴呢 就要请大家在Instagram 私信我 然后我会把这个购买的 具体方式再告诉大家 那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啦 就这一次也是 我们其实从年中 我们第一次 对 其实从年中就开始计划 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包括找到 就是设计师的朋友 来帮我们一起完成 然后中间也经过 非常多轮的沟通 然后包括这个打样 也找商家打了两次 这样子才能够 最后敲定我们的最终的 这个产品 对 然后 当然要给Ivy说两句话 因为这期间 就特别是最后 这两个月都是她在 帮忙这件事情 因为我实在是太忙 没有时间 对 所以为了要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说 我发现我很不擅长叫卖 天哪 这不是叫卖 你要怎么叫卖 我本来 我本来是想要营造那种 对啊 所以为了就是支持我们 就多多的来关注我们 因为我们毕竟 预售的数量也是有限的 请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然后及时下订单哦 对 没错 没错 所以 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 然后 OK 就到这边吧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也不要忘记可以去 Apple Podcast 给一个五星的评分 以及留下你的评论 然后可以在 Instagram 微博 Facebook 等等地方 找到我们 如果需要我们的 中文transcript的话呢 可以去Patreon 还有爱发店 如果想要加入 我们的听众群 也欢迎在 就是social media 跟我们讲哦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 下次再见 祝大家冬天愉快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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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